閃開在經濟裡的花 細雨中 天上 沙心愛在某個地方 會種下 我要來問一下阿慶 我記得在最初的時候 那時候剛出現的發揚 因為我跟劍寧算認識的更早 我就知道他對音樂上那個要求 已經到誇張的地步 龜毛啊 對不起 所以一開始由他在主導的時候 我想你們應該有承受到那個壓力 但是後來慢慢發現 其實他是一個很好的學習 但這一次放手你們做的時候 他還有沒有給你們什麼不一樣的 這個這位監製 有沒有給什麼不同的壓力呢 我覺得其實做音樂有一點壓力是好的 自己給一個自己很高的標準 然後要去達到嘛 因為音樂就是在做一個夢嘛 對啊 但是我覺得我們自己在做的時候 我覺得自己給自己壓力反而比較大 因為第一次 你反而想說 本能搞砸啦 會不會 對啊 會不會做到一半的時候 做到一半就胎死腹中 或做不出來什麼東西 或是想法枯竭了這樣子 但是我覺得在過程裡面 老師當然給我們很多的建議 也有很多的幫助 也有很多的討論 所以我覺得當過去是比較用監督的角色 老師在看待我們兩個 然後現在變成是討論跟合作的時候 你會有更多不一樣的學習吧 對啊 所以我覺得其實做 整體下來其實還算蠻愉快的啦 當然你有一些壓力 可是我覺得 你一發作品做出來一發片 然後 我們的很多成績也是表現得不錯 所以其實我覺得 就很值得了啦 尤其很多的歌女朋友 我覺得說裡面很多歌 沒有哪一首歌他們聽了 有個旋律 或有每段歌詞 他們就很感動 或是他們很有感覺 我覺得那個就很 這個創作人就很 就值得了 對不對 就覺得OK 然後非常非常有成就感 是愛是一步一步堅強 奮不顧身 這個紀念日比較直一點 然後 而且好像紀念的日期日子比較特別一點 這個是由阿信自己來說一下 紀念的這個吵架的日期 怎麼會吵架咧 也沒有啦 其實我們最近 我們這幾年就是還會辦很多演唱會 那我記得 你知道像我們有時候採盤的時候 我其實這次好像有一次在奧運的活動 然後我們去彩排沒有很順 然後回來的時候 那飛就是 他對很多小細節都比較要求 欸你那個剛剛的吉他什麼 你串太大聲啊 該擾到我啊 對啊 然後 那時候我就想說 算了男生嘛 就不要去爭這些東西了 表演弄好就好了這樣子 對 然後不過我那時候回到我自己房間 我想說好 那我來寫一首歌 既然他那麼多情緒 先讓他發洩一下 以後要生氣的時候 可以唱的歌 好貼心喔 對 然後再寫一首這首歌 落單 I'm home